來到豬年最後一個農曆的月份 農曆12月 各位 上星和太陽的獅子座的自身整頭運會怎樣呢 剛剛12月初一的新月 同時發生日蠻蝕 但在香港只會看到一個日蝙蝕 那就是星和太陽的日蝙蝕 然後這個日蝙蝕 碰上一個新月是發生在摩蝕 那個影響性呢 大家可以看回我星和太陽的日蝙蝕 和之前的冬至盤的分析 對啦 會對一些政府 或者一些年老的男性 年長男性 就是四十多歲以上 那他們呢 會有一些改變 對啦 大家自己好似為之啦 另外我也想宣佈一下 就是說呢 這個星雲會是 噢 不是喔 不是這個 對啦 但由大家聽到這個錄音開始 即是這個星雲開始了 對啦 那麼呢 那麼呢 接下來的那些十五 即是滿月的那些星雲呢 我就會無限期割置的 基於種種因素 OK 好了 快點 言歸正傳報入正題 那麼呢 獅子座的朋友呢 大家的那個財困情況都 嚴重了很久 是不是呀 都很慘 OK 那麼今期呢 終於可以輸一口氣啦 那但是 呃 不是說 呃 不是說 呃 即是 呃 即是 可以有一個remedy 可以有一個 呃 舒緩 但是不是說 一個一百百百百百的舒緩 OK 對啦 Let's say 可能是七十百百百的舒緩 那為什麼呢 噔噔 好 我們看看這個星圖先 對啦 那由現在開始呢 我也是會在星雲那裡呢 就加上個星圖 這樣就 講解了 其實是一個 一石二鳥的辦法 為什麼呢 因為 呃 我從來整星雲呢 其實就是我面前有塔羅牌啦 對啦 大家都知道我 星雲是那三關的嘛 那第一關就是我會塔羅先的 那然後我就有塔羅牌 就開始錄星雲啦 那然後我第二呢 第二關就是去看那個星圖的 那但是我以前就一直要對著這個螢幕去 講一個片 那然後那個星圖我怎樣去看呢 那我就唯有呢 就在那裏抄那些details 落張紙上 那就在那裏看貓子 看牌 那一直就在那裏 即是在這個片段那裏 講講講 OK 那但是 呃 之後我覺得很不方便啦 那就 Why not show my 這個星圖在這段片裏 那其實我現在就可以 看著我面前的牌 然後又看著現在這個螢幕的那個星圖 那然後大家又可以明白我說什麼 那是不是 即是會便利很多呢 那所以 現在開始呢 我會 show my 這個星圖給大家看的 好 那那發生什麼事呢 哎呀 不小心 回去了 OK 是的 這個就是 嗯 即是客人一般給我的那個 准平圖啦 作為一個 background picture 好 又回回去先 好啦 那你們那個財困情況呢 終於可以舒緩了 OK 那別人會給一些機會你 會給一些換手你 尤其是願去借錢給你 OK 那但是呢 它並不是一個完全 就是 肥豬肉喔 OK 即是這個肥豬肉裡面呢 裡面都會有一些條款的 OK 那我們呢 麻煩你看看 雙魚座的海王星 是的 那它早前呢 一直都在逆行啊 停滯啊 現在都開始是越來越信行的了 OK 那麼我們需要看鹿星 就是它 Stargtpl SMS 這樣下去看 好像一個阿拉拜數目字四字那個 OK 唉呀 但真是話 我這個每個日月一起去合日月的 OK chall的 是一個大吉象 對 那為什麼這個吉象 是的 我也剛剛說過 為什麼這財務上的舒緩 不是一個100% 那麼好呢 既如我说到这些禁忌的情况 有信限 然后有日月合目 原来出就出载了这个问题 红色这条线 红色这条线 首先是四分上 然后 因为这个是水平座 它就直接在对公 基于这个对公理论 其实它是暗马底会影响各位狮子座 即是你们命盘里面 狮子座有的一些 恒星的位置 无论是上星或是太阳 如果是说回 这个星魂 无论是上星或是太阳 你们就会受到 这一个 不良的四分现象 就好像杀出一个情偶金那样 即使 这个海黄和 木合日月是有一些 财务上的舒缓 但是都会被这个 受到天王四分的 金星 而它射了一条能量 到你们狮子座那里 那就会 有少少的阻撓 可能一些 债务它那个 interest rate 是很高的 OK 或者那个 还款年期是令你吃不消的 就是诸如此类 所以 大家要注意 就是 即使得到一些财务上的舒缓 如果你们都要认真考虑 这个究竟是不是一个 很辣的糖衣毒药 会不会有一些很辣的条款 如果大家详诚想知道 我应不应该接受 其实是可以 塔罗占卜 就得到一些更加 personalized的结果 那就祝福大家 如而吉祥了